我觉得我跟佳哥跟在座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跟佳哥特别像那种 已经完全稳定的 而且知根知底的 我们还是nobody的时候 我们就彼此就是认识 而且互相器重 维加给了我很多的 你们不知道的力量 然后他也改变了我很多 我在这里呢特别开心 就是我实现我的愿望 就首先第一点就是快乐家族 在我们的拜托了冰箱 打卡成功 所有人都来了 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从最开始就想要他来的人 终于这一季实现愿望 也谢谢佳哥特别 来到 哇 爱你爱你爱你 今年下半年的所有的行程 都取消了真次的 你知道 你知道真正到我们 这个二十多年的朋友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每天交心 但是你要随时你拿出来 来考我们的默契都或者怎么样 我们都是特别厉害 经得住考验 经得住考验 心里都知道不一定要每天都说话 联系什么 对对对 几岁开始认识我很好奇 我们九四年 九四年 但九四年是歌出道 对我出道就认识他 那时候没有他没有他 有我了 哦有你了 有我了我已经看见见证了 是九四年的七月份八月份 就是暑假 暑假的时候他刚他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晚会 已经亮相了以后然后就是我红了之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演讲老师 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现在学校有一个就是很优秀的男孩就简直就是跟你的那个当时的条件什么都都好像什么之类的你一定要认识他 然后呢我们就去老师家里盼望老师然后呢老师就说因为你不知道我家在呢你就去五号车站找一个男孩 你就问他是不是叫李维嘉 然后呢他就会带你来我家 然后呢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五路车站 五路车站 然后见到维嘉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是刹车过吗 还是因为我自己当时没有弄 然后我就在他面前摔了个狗屈 哈哈哈哈哈哈 整个人摔了一下 整个人摔了一下 但很妙的事也完全没有受伤 他给你给你红包了吗 哈哈哈哈 那个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94年不留心就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佳哥真的是这一辈子栽在你手里 这种感觉 然后就这么认识的 1994年的时候 齐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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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